这是中国酒店? 我是台湾人 对不起,我不想去 怎么可能我有中国过去 你带着妻子的 你不能选择任何酒店秘密 但是这是我的妈妈 对啊,我也觉得是故意的 一个国家拒绝挂一个国 其实就是因为讨厌这个国家 讨厌这个国家 巴黎长荣酒店没挂五星期 中国网红怒不住了 找恶律去乱反扑真相 事情是这样 我们在网上订的 法国巴黎的这家 长荣桂关酒店入住之后 我们发现这家酒店 挂了奥运参赛国家的国旗 但是没有挂中国的国旗 中国小粉红玻璃行又碎了 抖音网红张教官去巴黎 看奥运入住长荣桂关酒店 发现没挂中国五星期 竟跑去骚扰柜台 我们以为可能挂在餐厅里面 但是我们进去找了 也没有中国国旗 他都是中文的酒店 他都不挂我们国家国旗 怎么可能没有中国国旗 真的没 你看他不是中文吗 怎么腿 这么多 他故意还是忘记的 这个有点不甜 你问问他吗 这是中国酒店吗 它是台湾 台湾 台湾 台湾酒店 对 台湾 台湾不是中国吗 那他的都是台湾的 他怎么可能没有中国国旗嘛 所以 你可以告诉你 我们在中国的尺寸 这个尺寸 我们在中国的尺寸 你可以放在这里 首先我可以放在这里 你可以吗 这就是管理的 我可以做任何事 你可以叫你管理的 我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 这里面所有是参加奥运会的国旗 然后他们没有中国国旗 这两天奥运会有 天天带着旗子的 我跟他说一句 没事咱送他给你 我的朋友的车子有在中国的 但是我说 这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 你不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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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是我的母亲 你知道我的名字 你能决定 谁能决定 这就是管理的 这是管理的 所以你能决定 你能决定 这个时候 这是今天天天的 他说周末他不打电话 不给挂呗 对不起 我去找 这就是决定的 我可以决定 你必须决定 不退款 如果取消 按照原价支付 他还不退钱吗 对 他说他不能退 你必须决定 一天 如果现在要决定 对 你必须决定 所以要决定 好的 好的 对不起 我对不起 对不起 我对不起 好的 交的经理都不行吗 他不交他经理都不行 当然我不住了 不住了 Tipo boy小粉红 找来住巴黎的 儿爹妹子平平礼 朋友们 这个酒店不放中国国旗 绝对是故意的 对啊 我也觉得是故意的 而且他摘下了全部的国旗 我觉得这个行为特别过分 他就是不愿意挂一个中国国旗 他就选择全部摘下来 我们这里整个区 一个中国国旗都没有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比如在西方有很多酒吧 然后一个国家拒绝挂一个国旗 就是因为讨厌这个国家 比如俄罗斯 其实不仅是一家酒店 整个区都在抵制中国 网友小凡乐 自信点不是整个区都在抵制中国国旗 是全世界